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解一下图灵机器人和机器视觉的通讯及操作流程 首先我们先将电脑的IP地址和机器人的IP地址设置到同一网段 我们PC的IP地址此时是192.168.1.50 我们机器人的IP地址已经提前设置过了 这里我们检查一下 这是我们机器人的VNC远程访问界面 将我们机器人的视觉器控制器部分投影到我们的电脑上 可以在这里进行一样的操作 我们机器人的IP地址是1.10 二者现在处于同一网段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拼命令 此时是已经可以连接的 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机器视觉调试软件 我们打开一个测试的工程 我们先采集一下图像 这里我们用到了斑点分析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要进行标定 我们先将当前的当前的图像保存 这里选择我们的标定 标定函数 标定的含义是将图像的图像坐标 和我们机器人的机械坐标进行关联 这样的话从图像上得到的机械坐标经过变换矩阵 可以直接输出为机器人可以直接执行的机械坐标 对于图像来说 我鼠标所放的位置 这里会显示鼠标在图像中的图像坐标 我们先选择图像坐标获取的来源 我们可以通过检测工具 从图像上获得坐标 我们先去到所需要的第一个mark点 这里是我们想要的第一个mark点 这个mark点的中心坐标是 中心坐标的图像坐标是8306 836.506 710.161 这里我们选择 79660这个斑点分析函数的第三个结果 第三个结果 好 我们点击添加 这里我们输入机器人对应的坐标 机器人在图像中第一个点的坐标 我们需要视觉一下机器人 用机器人去测量机器人第一个坐标的机械位置 此时我们看到机器人的当前坐标是309.552 52.975 我们将此值输入 好 此时我们得到第一组结果 我们下面将这个流程重复9次 现在开始获取第二个点的图像坐标 这是我们想要标定的第二个mark点 点击添加 这里去寻找第二个点的机械坐标 好 这里看到第二个点的机械坐标 好 我们将坐标输入 第三个点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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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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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那么我们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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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好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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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